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今天为大家解说蓝色时期 献给对生活感到无聊的你 这是一部热学又现实的漫画 剧情描述男主报考日本唯一的国立艺术大学 艰辛的祖梦之路 男主名叫巴虎,是高二的不良学生 不过私底下却非常努力念书 拿下全集第四的好成绩 朋友都说他是天才 美术课里老师让同学们画出最喜欢的风景 朋友调侃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女朋友让他买胸的画面了 温柔的老师顺着说 如果能够表达又大又柔软让人动摇的感觉就太好了 回到家的巴虎终于卸下伪装 他平日只是按照规范 努力合取,努力念书 但是满火雷整天却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空虚的巴虎要抽根烟 却发现落在美术室了 只好折返学校 一打开美术室门 被映入眼帘的大型油画震到了 但是不明白为何是绿色的 下意识伸手想摸摸 好在长发女孩及时阻止 油画还没干 女孩将烟交给巴虎 看着皱巴巴的烟河 女孩推测巴虎只是为了交际而抽烟 劝他搞坏身体不值 不如别戳了 巴虎只换他名字 龙二 看起来是救世了 但是一见面就杠上 劝他还不如利用漂亮的脸蛋做别的事 美大这种高额学费还是别想了 老师突然出现解释 私立大学是很贵没错 唯一的国力一大 东京艺术大学倒是可以考虑 老师说巴虎太在意别人了 还提醒他记得交上我喜欢的风景 美术这玩意儿 越是坦诚面对自己的人越会画 巴虎与朋友通宵看球赛 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兴奋什么叫 看着清晨的涉骨 脱口感觉蛮不错 朋友说他怎么像个私人 巴虎顿时占红了脸 到了学校帮学姐抬东西 原来那幅画是学姐画的 学姐解释了巴虎的疑惑 线上绿色底色是古典技法 巴虎夸战学姐有天赋 学姐说自己只是花的时间比别人多 用天赋一语概括就好像忽略了她的奴隶 这个巴虎也感同身受 巴虎一下子来劲提起花笔 以往画蓝色只会上单腻的蓝 这回他想试试加上不同的颜色 巴虎沉浸在表达出昏昏欲碎的气氛 一下子被蓝色的涉骨吸入 最后再描上大楼 龙二称赞巴虎的画好看 朋友们也感受出这是清晨的涉骨 被肯定的巴虎不知什么的 忍不住掉下眼泪 老师让同学们隔天赶紧 照上大学志愿表 放学后龙二请求巴虎到美术师帮忙 学姐提起了那幅油画 要拿去武藏野美术大学的推荐入学考试 老师夸奖巴虎的蓝色诠释得很好 让巴虎完成后再交上来 巴虎说不会再画了 回家还要念书 回到家妈妈也再次提醒 他们家的经济上不了私立大学 回到房间巴虎不知不觉提起笔 把眼前看到的东西通通画下 他知道他在浪费时间 手却停不下来 一直画一直画 隔天巴虎让老师看看自己的作品 请教能够提升画剂的方法 老师看着作品说能够感受到 创作者本人乐在其中 投入热情在创作 那么看这些画的人也会感同身受的 巴虎终于说出自己的疑问 要是连温饱都不能保障 去美大的好处究竟是什么 老师回答 可以亲身接触到同龄人的作品 自己的作品也更有机会被人欣赏吧 喜欢的事情就当兴趣就好 老师觉得这是大人的想法 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砝码 放在喜欢的事上 这不是很正常吗 巴虎询问老师自己有机会进美大吗 老师说不知道 但是努力做热爱之事的人是无敌的 巴虎这就下定决心加入美术社 和报考国立东京一大 老师说那是日本最难考的专业 学生通过律师两百分之一 每年能够考上的应届生只有五人左右 巴虎又被吓到了 但是这是他第一次体验活着的滋味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